在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里面 裁缝 苦力强和油渣鬼 是隐于民间的武林高手 他们同符合帮决斗时 裁缝使用的武功叫铁线拳 其特点是将金属圈与手臂结合一起 使其在发工的瞬间 有一把千军之势 攻防兼备威力惊人 现实生活中 与铁线拳同属南派武功 曾经让明清两代朝廷忌惮 也让倭寇闻风丧胆的另一种拳种 在今天的上海诸家脚镇依然存在 那就是江南传拳 朱家脚镇为与上海市的青浦区 西林变山湖 东化草坑坑 镇区九条长街临水而建 是上海著名的水乡林镇 也是中国的武术之下 每年的端午节 朱家脚镇都要举行盛大的行街活动 其中最让人期待的 就是由当地拳师在船上表演赫赫有名的江南船拳 这种在江南一带盛行了几百年的船拳 已逐渐消失 如今已经找不到几个能在船上表演船拳的武师了 这一直是丁玉春心中的隐痛 1942年 丁玉春出生于上海朱家脚镇 练习船拳已经四十多年 是青浦区江南船拳唯一的船成人 2011年年过七旬的丁玉春 将自己在上海市区的一套房产变卖 在朱家脚镇创立了江南武术院 专门教授江南船拳 他叫何磊 由于自有习武 又是武术学院毕业 有很扎实的武功根底 因此成为丁玉春几十年来唯一的入门弟子 何磊学习船拳已经一年多了 现在丁玉春准备把自己全部的本领 交给这位徒弟 丁玉春说 船拳是水乡船工健身护船练习的拳种 他要到船上才可以展现出特点 这天丁玉春专门托朋友找了一条渔船 带我们到水上看看船拳的打法 他特点就是很迅速 他都迅速短 短 小 只要下边有闻 那些这个船要晃 晃着 下边先到闻 手发都被 回山都被 不能啪 他出去马上也不晃 他这么大管 我那他叮开这个人 他还没回处就马上叮开这个车 够狠的 太多了 马上给你车一下 太多了 他就给你车一下 很快速是吧 船拳最初源于东吴水军 在船上的军事练习 称为水战 是水军的必修之功 也正是因为东吴水军的擅长水战 让不可一世的枭雄惨败于赤壁 在历年战乱纷争之后 一些战败的水军流散于长江两岸 将水战与民间的泉种相结合 形成最初的船泉 寂静演变和提炼 在明清时期 形成一套短小惊悍的泉路 请一个桥在中间 这显得真灵巧 一 二 很灵活 对 比较顶部的 这个顶部 这个负质也比较多 还有小马顶部 这个马步 这个顶起来 这个不错 对对对 就用上了 这个梅花庄 这就推荣 能到这个船上去 梅花庄是不动的 这个梅花庄小 这个船上要大 这个船上要动 所以这个 到船上去大梅花庄 那这个耐度更高了 梅花庄是少林武术的独门绝技 据朱家矫镇志记载 清朝初年 一位少林和尚 逃到朱家矫镇的张家戴村避难 因受到当地村民悉心照料 心存感激 他把少林梅花庄的腿法 揉进江南船拳 交授给村民 很快 这套更加实用 更加敏捷的拳法 被悟性高的村民 移植到船上 这让朱家矫的船拳 又与别的船拳区别开来 形成船拳当中独有的一支 为了让我们见识 朱家矫镇船拳的独特魅力 丁玉春还在两只胳膊上 套上二十个金属圈 表演船拳 丁玉春说 在古代这是一种兵器 称为铁线 攻防兼备 平时练习可以增强功力 何磊除了向丁玉春学习船拳 最近还在学习一种独特的兵器 这就是牛角塔 据说这种兵器是朱家矫镇的船工发明的 现在也是朱家矫镇所独有 因此常常引来外界的目光 我们春夏国际比赛 香港的全国团都拿过七八块金牌 只要这个兵器一吹 那肯定是拿牌 有的人看都看不动 拿来拿 我就不动啊 都好像是非常稀罕 您现在还玩得动这个吗 能动 但是动作用这个增弁器的话 那动作要慢 现在您徒弟呢 徒弟也不能像古代人一样 杀得这么快 好 慢一点啊 这微风破水 是吧 微风破水是主油钩 主油呢 就像凤岩的那位钩 把所有的兵器都钩到旁边去了 再把你钩到身边 再把你偷下去 把你跳起来 这个叫猛虎跳虎 如果你地方那个地方比较高大猛用的 你碰到这个空间也没收西场了 由于牛角糖足有三十斤重 河磊捂了两下就吃不消了 决定换下轻便的仿制牛角糖 这都动了 其他兵器都没有的 好 它耍来耍去就在这个空间 全当沃磊之地 这叫什么牛之地 沃磊 这个牛 沃牛 沃牛之地 沃牛之地 这一条牛水消掉地方 几百年来 朱家脚镇被称为传犬之乡 还是牛角糖的诞生地 那么这两种水乡独有的武术 是怎样在这里产生和传承的呢 街坊里藏龙卧虎 高手间谈笑过招 请合着那倒是 还用去就必须换了 必须换了 请继续收看 传旋之乡 朱家脚镇在宋元时期 形成集镇 名为朱家村 是上海地区 通往金航大运河的门户 因此上海地区的棉布 稻米以及菜油 都要经过朱家脚 运往中国各地 这使朱家脚很快成为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贸重镇 江苏 浙江 上海地区的客商 都要到朱家脚打探米饰牌价 一时间 朱家脚成为米饰价格的信息中心 每逢稻谷登场 每天交易量最高达两三万袋 可以想见 当时商人涌动 操船云集的热闹景象 朱家脚的米价没有定 然后上海的米价就看着我们 看看朱家脚的米价 出了多少钱 一斤 然后他们再定下来 上海出售多少钱一斤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粮食 都是我们这里用过去的 如果我们今天三天不用粮 他们的米价就要涨了 你看我们那个石头那个地方 都有一个传笔字 这个传笔字就是挤证着 过去我们一段 兴旺的山野历史 明清时期的朱家脚 由于草运的兴旺 大量船工依靠水运生活 同样依靠水运生活的 还有一些吃草的黑道人物 不论是谁 只要是航行在水上 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 同时明代佳境到万历年间 国寇十分猖獗 官府对此也束手莫策 为了自保 船工们开始练习江南船拳 很快 这套拳路便在周家脚 和周围村落遍地开化 上至老者 下到孩童 朱家脚方圆百里 几乎人人会打船拳 由于西武之风盛行 河道两岸帮汇林立 他们把船拳再一次体炼 使它更具实战性和杀伤力 倭寇与水道闻风散 他们将船拳称为神拳 这套船拳 一直在朱家脚传承了几百年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朱家脚周围的村落 都还在练习船拳 而丁玉春 就是在那个时候 开始正式拜师 学习船拳的 这位是您的师父 是我的师父 叫你江南 他在祖上非常厉害的 也是一个武林高手 师兄有武林 我们的大拳战 稍微的也击败了 其中有五六个高手 都能飞钢叉 而且在标一的时候 能把钢叉飞过 放生桥 这个刚才 撒拉拉拉 撒拉拉一声音的 而且要撒拉滚 滚的时候要抛起来 还能记住 不要去顾桥了 现在女的站在那个地上 要把它记住 也非常危险的 那刚插这个 就慢慢就失传了 失传了 在草岗河上 大大小小 共有三十几座桥梁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丁玉春的师父 曾经在这里 表演过五刚插的 放生桥了 四百多年前 圆金产院的住持 绝名法师 为报答生母 与徒弟姓朝和尚 一起化缘 在草岗河两岸 修造了这座 江南最大的五孔大桥 这个江南五孔放生桥的 之所以这么大 它是横花两亿 可以看到我们 为什么要五孔呢 过往的船只太多了 三孔的不够用 所以说它要五孔 也体现出明清两代 它比较繁华 这里的曹河 又是曹邦的发源地 它可以通太湖 又会通金黄大运河 直接可以把粮食 江南的大米 通过船运送到北京 所以说我们庙里的法师 卷民和姓朝两位老和尚 老前辈 向社会募捐了十三年 而且这个放生桥 也修了十三年 每到端午节的 水上行街活动 放生桥上就聚满了群众 万种瞩目的船拳表演 就在这里进行 明清时期 朱家角隶属于松江府 而曹岗河对岸属于苏州府 放生桥的建成 不仅让船权绝技 在这里大放异彩 也大大方便了 两地的商贸活动 商好多 从事水路运输的商船也多 既然有吃草的 也就有保草的 于是由民间五人 自发组织的标杭 也十分活跃 而全市之间的 武功较量切磋 也是家常便法 有一次 他们村上来了一个 也是一个武林高手 那一个大副长 他就用船上把它 奥队 奥队 每个人家 他就神信来做 你们村上有没有高手 其他人马上去高手 姓何的一个局势 他姓何的就知道了 他说你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大副长 这个大副长好不好 你看好不好 我给你看一下 啪 给他了 他先合着拿到手里 啪 用心就被他疯了 被他疯了 因为他功夫 这个不是一定的功夫 他这个手上能发生 一黑肚子来 你把他给凹住 他把他两个灰 你会灰了 哦 就要请教一下他们 给把下风 他们就走了 那么这个人呢 这个村上的权势 就争了气 那么人家就不叫他名字 叫他五年会了 就这么一点一点 传下来 搞到最后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谁知道就叫五年会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行船 船工们除了自保 还要保护商家的货物安全 所以防身的兵器必不可少 然而 由于江南一带船权盛行 帮派组织势力庞大 明清两代朝廷 对之都视为心腹大患 清朝初年 朝廷对江南实行了严厉的防范措施 民众不得藏匿金属兵器 于是朱家脚船工 利用本地坚硬的水牛脚 模仿躺的样式 制成兵器防身欲敌 为什么要用这个牛脚来做兵器呢 这个牛啊 它叫我们古代有些生意 出生子牛脚 不怕糊 它一个小牛老虎它不怕 牛脚又不是往前面的 往外的 它就不举动起 如果有人要清廉 那我也不客气 你只有老虎我也顶你一下 这个牛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水仙的一边的水牛 这个牛脚是一个水牛上面 皮套的 第一个 人让它往后外的 不是什么水牛都好用 这个水牛真好的皮套 水牛还得挑 那也挑 不是什么脚都能用 水牛脚也有 外的非常厉害的 往后外的非常厉害的 有的卷的也有 但是有一点 我们这里的水牛都是往后外的 丁玉春习武多年 喜爱收藏古代兵器 在镇上还有一间自己的兵器馆 这里的十八班古代兵器都是丁玉春花十几年的时间参考古代文献自己设计打制的 在这里我们见识了古代兵器中真正的糖 诶 那这真正的糖是什么样子的 糖是简直 只为这个基因的产品 都成糖 这里有吗 这个是一个都成糖 这个也是糖 这个也是糖 这个一横一树 一横一树 这个牛脚糖 现在这个是独一份的 可是这过去家家户户都有吗 没有 那什么人才可以有 要一定相当一定功力才能拿这个兵器 因为这个所谓极限兵器 而且这个牛脚也没有这么多 必须是练船拳的人才能拿这个兵器 哎呀 这也是个糖 这也是个糖 丁玉春说 自己出生于船拳之乡 打小迷恋武术 从七岁开始习武 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 这几十年 自己就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挣钱 另一个就是武术 为了这间兵器馆 今年他爸创立了二十年的公司卖掉 他说 从现在起 终于可以一门心思 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水上行街有绝技 船拳表演建真功 谁要的那个花还叫最密败败的 进去调动之前 把那个钢砂 踩过去 请继续收看 船拳之乡 明清时期 因为曹船 要在朱家角镇装卸货物 南来北往的客商 都要在此逗留歇脚 北大街 茶馆林立 烟火万家 各色点心小吃 琳琅满目 为了迎合客商的口味 商贩们想出各种绝招 招揽生意 这叫什么呀 这是艾草清凡 来尝尝 艾草清凡 艾草清凡 这是用艾草做的 对 西轩的艾草 芝草 我给你尝一下 是不是只有当午节 这个有啊 这个是在清明节前后有的 就是过掉当午节就没有 过了当午节就没有了 对 因为它是艾草 做的嘛 你是使用 西米 在古老的北大街上 百年老店临此置笔 京石板路 古风油存 然而也保留了时代更替的痕迹 这家1903年出现的 朱家角大清油渠 取代了几千年来 用驿站传递消息的时代 同时也标志着 因江南传权而辉煌一时的标局 依然退出历史舞台 你原来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对 我在这个街上 已经住了二十年了 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年 对 大人搬走多少年了吗 搬走三十年了 三四年起来搬走 对对对 住在哪呢 住在新区 住在新区里面 小区里面 自己有车 晚上下班的时候 可以开车回家 这样的也方便 也比较方便 古镇已经不再是 朱家角人唯一的选择了 在新区宽大整洁的环境里 他们有了新的居所 不知要过多久的将来 对于他们 古镇也许只能是心中的记忆 而船权绝迹 也将只是江湖传说 端午节前的一天 摇快船的队员们 开始装点船只 为第二天的行街活动 做准备 咱们每年这儿都有是吧 每年有的 每年端午节有 端午节 在月以后新年 新年也会有 大节都基本上有 多大的节日会有 这是每年的一个传统 是吗 传统 你都传了多久了 对 独传 历史也都传下来的 历史也传下来的 好几百年 历史也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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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钢叉和牛角糖 是船权当中的绝技 放生桥高9米 宽5.8米 要把钢叉抛过放生桥 再快速划船 穿过桥路 将钢叉接住 这样的绝技 为一般船权高手 所能掌握 由于危险性太大 上个世纪40年代 已经停止了表演 就连丁玉春 也是听师父说的 今天的船权表演 丁玉春让晚辈们上场 而地点也安排在了会场 因为年事已高 丁玉春说 从现在起 他不会再公开表演传拳了 好在除了何磊以外 丁玉春还培养了 几十个小学生 他说可能的话 还可以把他们中的几个 招为徒弟 知道自己练的什么墙吗 将能成绩 觉得心不辛苦啊 连这个 还好 那你呢 小姑娘 我觉得将能全全 也蛮简单的 只要是 只要是学会了 就感觉简单了 那你学会了吗 你怎么没有去学跳舞啊 很不 我是在青部学舞蹈的 你也学舞蹈 为什么想到要来练拳呢 我妈妈让我练他 那你自己喜欢吗 我喜欢 江南叉拳 叉拳 叉拳 叉拳下来 清朝年间 每逢佛教节日 朱家角镇 就会有盛大的行街表演 这种在朱家角 保留了数百年的民间习俗 渐渐演变为群体娱乐 如今的朱家角镇 已不再是曹运重镇 这里的船只 也改变了用途 但古镇 每天吸引来的国内外游客 不计其数 朱家角人的日子 过得依然像当年那样富足 这让丁玉春感悟到 船权 因朱家角镇的曹运 而兴 使着水乡古镇的内在精神 船程船权 就是守护古镇 风驰电车的相貌旋重 激昂顿挫的长鼓节奏 月情人如何把辛苦劳作的动作 变成快乐无法 请节收看 昨天中国百集系列片 中国古镇第十三集 月情快乐潮足 有点兴趣的